您先來收聽收看的是 參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覽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覆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設定我們要再去關注的議題 然后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们是非盈利的媒体 这样的一个媒体能不能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棒的报导 事实上都是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独立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长期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弱势的发生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关注 在节目当中事实上关于精神障碍相关的讨论 也做了非常多集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对于我们谈这个主题的时候 哇那个所谓的点阅跟下载 其实都都蛮好的 就是可以看得出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要更进一步来跟他谈这个问题 因为前一阵子精神卫生法修法在立法院 其实已经通过了部分的 在这个协商过程当中恶毒通过部分条件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通过 可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这种家属的声音 他可能没有被听见 没有被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要从家属的角度来跟他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们对这个法律的看法 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只是一个照顾者 他们甚至还投入到NGO里面 来去做更大的协助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嘉连加精神健康教育协会的 理事长黄丽玲 黄理事长你好 黄老师好 我想先请理事长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嘉连加精神健康教育协会 是一个什么要组织 我们是一个家属的自助团体 那当初呢在民国93年的时候 那个台北大学的魏芳婉老师呢 从那个香港大学的那个赵老师那边 拿到的这个嘉连加的精神健康教育 然后在我们台湾推广 那我自己呢本身呢也是受益者 我民国95年的时候呢 因为害怕家人会害怕遗传 所以带我的侄子去上这个课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说 当初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说 我当初在照顾家人的那个过程里面 假如有这些知识的话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 自己摸索了六七年的时间 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开始呢 就跟家属在一起 参加家属的团体 然后相对的也在 像譬如说北县康啊 北县康啊当志工 那是也一起做这个嘉连加的教育 那跟家属有很多的相处 那2013年的时候呢 我们几个中志老师呢 都觉得这套教育呢 对家属真的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呢在赵老师跟魏老师的支持下 我们成立了这个协会 所以这个协会最主要是在做家属的 这种所谓的互助团体 是我们的课程最主要是针对有拿到 就是就是已经确诊是重大 严重精神疾病的 像譬如说躁愈症啊中愈症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视觉失调症的家属 然后告诉家属说 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国民院教育没有 没有教精神病 我自己当初呢成为家属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所以呢他从第一课的认识精神疾病 第二课的沟通 教怎么样跟病友沟通 第三课教我们的精神科的 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还有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那你怎么样好好的善待自己 支持你的陪伴 支持你的家人 还有呢我们的社会资源有哪些 还有包括呢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权益我们要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自己有哪些权益 这些种种家属要知道的事情 我们在八堂课 每周每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么好好的让家属 得到一个完整的知识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前两天我在课堂上面跟他讨论 因为我的研究跟精神障碍 是有些关系 然后也就谈到这个社会的 对精神障碍不理解 或者污名化 然后一个同学就提到说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 从国民医务教育开始来教 然后开始来谈 那刚刚你也提到这一点就是 这当然是从我们刚是 我们是不要从污名化的角度 然后不要去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谈到一个更重要 家属没有人 我们从小的家里面不存在这些东西 然后一旦家里面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 这个在相关的医疗 或是在这个呃 被认为是有这忧郁症 躁郁症 思觉分调 失调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不晓得你刚第一次知道 你是这个家属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理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怎么去回应这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种现状 那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角色 我这一辈子 我会设想我会当妈妈 我可能会当阿嬷 我没有想到说 我有一天我竟然会当精神疾病的家属 然后我竟然会变成主要的照顾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弟弟常年就是在大陆工作 那他太太生病的时候呢 我家我身为大姐 然后我妹妹又嫁在香港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主要照顾者的角色 我真的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自己突发炼钢 自己摸索 因为对这个疾病太不了解了 那相对的我受苦 那被我照顾的人也受苦 然后说真的我自己觉得说 假如当因为后来慢慢的当了那么多 十几年的志工 在这个家属团体里面 对疾病也更加的认识 说真的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疗的疾病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预后一定良好 可是呢就因为制度上 种种的一些没有协助 或者一些阻碍的东西 导致于呢 病有病家属不知道怎么照顾 然后病有对这个东西也不了解 然后呢反复的就变成 大家一起绑着向下沉沦 恶性循环 因为说真的我自己的家人呢 上了 我说我带我的侄子上了一些课程 他自己对这样子的课程 他有对这个疾病有点概念 他自己就知道他怎么样 去保护自己的 应该是讲说我们的大脑的健康 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自己可以去 譬如说我失眠 那我就会去看医生 我不会害怕走进精神科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应该就是一个现代文明 现代生活里面可能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因为无名化的关系 因为害怕的关系 因为我们会觉得 羞慧丢脸的关系 所以你不敢去面对医生 不敢进去 甚至连踏进那个诊间都不打 你去身心科你会觉得说 哎呦别人怎么看我这样子 是他有一些害怕 所以就会汇集就医嘛 那你相对的 那你那个 我觉得 像以前我们也不知道说 我们可能我们有一些癌症 我们不了解 所以到最后呢 当发现的时候变绝症 可是现在你假如听到离癌的时候 是不是他很多人都是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有些人甚至临起的时候 自己比较有意思一点就发现了 然后去就医 那他甚至他的癒后就非常良好 其实精神疾病就跟这个一模一模 很多时候我们的恐惧是来自于 无知或是物识啦 就是我们对这东西不了解 所以我们充满了更多的恐慌 而且当他被神秘化污名化之后 我们会更恐慌 当然你不只是一个NGO的负责人 你不只是一个家属 其实你还做了一件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是伊甸基金会 有关于这精神疾病照顾者专线 你还是个接线生接线人 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台湾有多少的 这种精神照顾者专线 这个专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现在目前来说呢 专线我知道的是 像台北市新生活协会 有一条专线 那条专线是给病友 或者是家属的一些智商的专线 可是呢基本上呢 接听的人呢 是专业的工作者 但另外的 我们新北市康复自由协会呢 也有一条 精湾家庭的关怀专线 那我们是请家属当志工 培训家属当志工 那也是2020年 新北市社会局的方案下来的 那我自己呢是因为 带加连加的课程的关系 所以呢长期以来 就是跟各地的NGO团体 都有一些连结 相对的也认识伊甸的 那时候的主任 像现在的区长穹 已经都是甚至服务员 都比较认识 那时候他们在问我们家属说 那伊甸想要拓展一些 创新的服务的时候 我觉得对家属什么最有帮助 那以我自己是家属的 一个经验里面来说 我觉得我当 我成为家属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是 当我的家人 她到底生病是怎么了 以后会怎么了 她到底是怎么了 我很多很多的疑问 找不到人可以藏凶 没有人可以讨论 因为我妈妈是个 旧传统的女性 她会跟我讲说 丽琳啊 你出去不要到处 跟人家乱讲 乱讲话 乱讲话 不要跟别人讲 我觉得我能够体调 妈妈的那个心情 可是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主要的照顾者 然后要对妈妈交成绩单 对弟弟交成绩单 那我一直希望 可以把她照顾得很好 可是没有人可以问 这件事情呢 我只能去买书来看 可是那个书是印刷体 每个字我都认得 可是这些书蛮多都是专业的啦 特别是涉及到所的医学的部分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懂啦 对就是那个东西有知道 可是真正跟生活又有点 好像有点距离 所以我那时候在听 在讲说伊甸要做什么服务的时候 我就跟伊甸说 我真的真的很希望是有一条专线 可以无远佛界 包括澎湖、金门、甚至马祖 他都可以借一条电话 然后由家属接 然后因为只有家属最了解 在这个照顾过程里面的 美美咖咖 有一些辛苦的地方 那也可以去同理他 然后也甚至也多多少少 可以借由我们的经验 告诉他、帮助他 那因为我们已经多年的老病友 所以呢我们的家人也康复的很好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们也很可以跟他讲说 那个疾病是有希望的 你只要很好的怎么样子 怎么样照顾的话 你是可以看得到希望 我觉得那个东西对家属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当在那个病程里面 那个家属也好 或者是当事者也好 真的就是困在那个没办法里面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这蛮重要就是专业的人员 他虽然有专业的素养 或是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 但是他未必能够真正的 切合到那种同理情感 因为特别是这些是家属打来的 我们怎么去陪伴家属这件事情 他有时候不是专业可以取代的 他反而是要这样的一个人 他本身有这个经验 他才能办法做 可是因为走出来也不简单 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不多 因为你自己要把自己的经验跟别人分享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有时候在谈的过程当中 你还要接受到很多让你不愉快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因为精脏的家属 其实真的是因为污名的关系 我都能够投你 就是说像我这样可以站在镜头前面里面 去分享的家属其实不多 可是还好我们专线有真的 也还有蛮多的家属愿意来提供一些服务 他们的经验和服务 然后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 所以专线来说 我们打进来的家属 他们很想要常常接到的一些问题 常常是说 我的家人现在生病 然后他也拒一看 因为已经很严重拒医抗疫 我怎么样可以把他送去医院里面 要怎么就医 那其实家属都有很多的方法 然后有时候在电话上 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讨论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条专线除了这样子以外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家属 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场域 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家属 这条专线并不需要很多的专业 你只要是家属的身份 他其实更大是陪伴嘛 对不对 或提供一些方向 缩减的方法 你只要最基本的上完 加连加的八堂课 然后来我们来到伊甸 然后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提供的训练 然后藉由这样子的场域 你去操练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 对我自己来说呢 在接线的过程很像是一个 疗愈自己的过程 因为当初我家人生病的时候 我是没有能力的 我会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处理的不是很好 可是现在有人打电话来的 我进来还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帮助他 然后还有我在家连加上面 学到的一些沟通的方法 那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操练 那我们的专线里面 有时候也会有当事者打电话来 那我们也会跟当事者做一些对谈 然后呢其实老师最知道 在这个专业 这个专线的训练里面 同理啦 同理请听都OK 可是很重要的是家属最没界限 哈哈哈 可是藉由这个这个这个 接听电话的过程里面 其实慢慢的他会知道 你跟我那个事情是要分开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他慢慢的意志到 他可以自己有一些力量的时候 其实他当他回去面对家人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会更有方 更有力量去陪伴他的家人 因为家属真的是 我常常讲家属真的被吓坏了 因为他当初在生病的时候 那个风暴没有 真的我觉得家属都有很多的创伤 没有被治疗 那可是呢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志工的过程里面 那慢慢的有一些力量 然后累积了一些经验 然后呢他会更来越来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 会很冷静 因为你接线都已经会很冷静 你回去的时候虽然有点情绪 喜福我相信你也会更能控制自己 所以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啦 真的非常大的帮助 你也可以从别人见到再反照自己 然后自己反而成了更多的学习 对对对对 管老师讲的就对 我要表达的就是真的 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家属说 有机会可以的话 因为来接线 然后一边学习一边操练 对 所以你在接到别人的个案的时候 其实也会想说 如果是我要怎么处理 因为你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复习 或是一个新的学习 在这么多的电话 这样的一个接听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印象深刻 我讲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 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妈妈打电话来 然后在抱怨说她的大女儿 她的小女儿生病 然后她现在是跟大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 然后呢因为大女儿以前呢 她在陈述的过程里面讲说 她大女儿很贴心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家里他们两个都是父亲两个都打工 所以近距也不是很宽裕 所以呢只有买那个两房一厅的房子 所以呢她的小孙子从小呢 就是跟她的爸爸妈妈挤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就是到现在都已经十八九岁 都还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她跟她小女儿呢就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那现在好不容易呢又有一点点余钱 然后贷款来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让她又要搬家 那她的小女儿呢最近就很不稳定 每天就是吵她姐姐吵她怎么样 她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在那个对谈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就跟妈妈讲说我是家属 然后呢我就会提醒妈妈说 妈妈你都只想你现在一脑子都会觉得 那个小女儿这样子是很麻烦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都想尽办法要去解决你小女儿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那大女儿其实是也很需要你关照 你不能觉得这个姐姐就应该要照顾妹妹 我说你七十几岁了 你总有一天要走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就全部丢给你女儿 她有她的人生 那我又跟她讲说 那你有没有尝试要去做康家 或者是住康家怎么样 类似这样子对谈 那有时候她在讲什么的时候呢 有时候妈妈会抱怨 那我是比较草根 有时候就跟妈妈讲说 你那小女儿小女儿很差努力 你就来掛出去 你听我说这样就对了 如果太差努力你就来掛出去 大家说我要给你掛出去 你这些不一定是 不一定都一定要照顾你啊 你自己要好起来啊 你不能怀疑你们这些啊 妈妈这种话你一定爱你说啊 你不能叫你女儿子说啊 对不对 就会跟妈妈这样子的对谈 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 妈妈好像有被同理到 然后她也觉得说她可以很心一点去 应该是说她其实也想 她可能也想这样讲 但是因为她说妈妈又说不出口 对 但是你这样讲说对啊 我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是揽在自己的身上 或是某些人身上 我们要告诉我们孩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好 可以让他更好 因为病有因为疾病上的关系 除了疾病的原因以外 他还有一个就是人基本上 不管是有没有生病 都有一些依附行为 那那个依附行为是互动养成的 那妈妈呢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作为家属的话 我就是提醒她 那是不是她真的不行的话 我觉得你也要为你的女儿着想 让她那好好的找一个康家 让她住也不是不行啊 我就觉得提供了她很多的方法 那电话挂下来呢 我就我们那个就是接线 就有督导在后面嘛 你怎么乱讲的 她说阿姨你好厉害喔 是我的话我不敢说 因为你了解她的处境 因为我们是家属 我们是家属 那家属我也更了解家属的辛苦跟处境 有时候呢真的 真的不是就是对病友 并不是完全的包容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做家属的人 我们可以说得出来 我们从丽林理事长的身上看到 其实这些家属不是那种觉得抱怨啊 自怨自哀或者是无助 他可以一开始是无助无力 但是慢慢的走出来 不只是走出来走到第一线 去照顾这些可能其他的家属 或者是其他的庇友 可是等一下我们休息要回来问一个问题 那谁来照顾你们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家属自立自强 然后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 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什么 他有没有去协助这样一种专线 有没有去协助这样一种家属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现在在修订精神卫生法的时候 还是把这些精脏的朋友 当作是一种病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吗 或是要把他当作是一种可怕隔离的方式 去把他隔离起来吗 或者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回到家庭里面 而不是让他回到一个社区 回到一个公共化的这种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谈这个话题 冬牌理会 他们就会来开动这个精神卫生化的区块 他们也很均定这个行政的版本 但是内容没有这个具体的服务 所以他们要乎乎乎乎乎政府 支持经账照顾者 支持经账照顾者 国管区精神博物朋友和家庭团队 提出来 在佛路坐这天 和在亚董跨东牌理会 共同客董整身卫生化修法 检对行政一般的修法版本 第一次将整身朋友 需要自己权油条市招来 讨压制服务 并且亲自使民工地 可以通知 但提到价格 Step1 001 民安團體要再點出 行政一般本庁為了保障 不再有立法當庁 沒有立案的修養問題 不過調文修訂之後 現在提供照顧 讓精神變優的民安團體重視違反 只要不是他們專業經營的 全部都叫農發糖 所以他們現在為了煮農發糖 這個法他自己打自己的 就是左手打自己的右臉 有很多社區心理的一些方案 而不是只有吃藥不吃藥吃藥 我們現在精神衛生法太醫療化 民安團體重了精神一般患者 最需要的實施副一期 以及對照顧和小孩的救助關注一期 任市主角在共濟動員和送醫 政府導管和當局的支持 將對建立社會安裝網有幫助 記者綜合佩服 歡迎再次回到燦燦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燦燦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技術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YouTube頻道也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要談的是我們節目一直以來豐富 也一直以來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就是有關於精神障礙者的相關的權益 照顧的這樣的一種政策法規 我們今天會從一個家屬 從一個照顧者的角度來跟大家談在現有的 這樣的一個政府的體制底下 或者是現有的社會環境底下 他們是如何自立自強 或者是我們政府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協助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一起聊天 今天是台灣家聯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的理事長 黃麗玲 黃理事長 你好 黃老師好 謝謝黃理事長 剛剛在前段的節目當中 有跟我們分享的自己的一些經驗 但是我還是想要從你的經驗開始再繼續的聊 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當你發現你是一個家屬的時候 你是非常無助 你不知道怎麼辦 當那個刹那的時候 除了你的心情是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然後慢慢的能夠自立自強之外 你有透過去尋求什麼樣的協助嗎 不管是政府的協助 或者是一些NGO的協助 或者是說現在的政府的這種制度上面 或者是在現有的NGO裡頭 有沒有一些對家屬提供協助的一些方法呢 當我是家屬的那個時候 真的除了醫院以外 好像是他有問題的時候就送到醫院 然後住院一段時間再把他接回家裡面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直接送醫院 然後醫院經過了一定的治療 再回到家裡面 再回到家裡面 就這樣子 就反反覆覆 就這樣子而已 七八年的時間都是這樣 但是回到家裡面你們要懂得照顧啊 那就土法練鋼啊 所以他辛苦我也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還好我自己會看一些書啦 可是真的是因為 後來慢慢的因為孩子也長大了 然後我也覺得也要讓孩子 知道怎麼樣照顧他自己的媽媽 然後剛好自己上網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會上網 然後就想說 上網剛好看到網上有康盟在推家裡人家的課程 然後我這樣子去帶著我支持去上家裡人家的課程 所以當時醫院也沒有跟你講說 你可以去找哪些單位也都沒有 沒有 或是社會局這些所謂的 我們的設政單位也都沒有告訴你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我應該是這樣子講說 他出院回家的時候呢 我有接過公衛護士的電話說 他有沒有好好吃藥 我說有 這樣電話就掛了 就這樣子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就沒了 哇 當初是這個樣子 這樣你會很口空吧 我覺得很 我覺得家屬呢 對身為家屬來說 不管不論是我或者其他的家屬也好 當我們碰到事情的時候呢 就是只有接受 然後去面對 然後努力的去做 那還好是我 因為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 動態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身為家屬 我們真的沒有得到什麼資金 包括現在都是 那我是真的是到了 上完家裡人家以後 然後開始帶課的時候 我記得我帶第一次的課的時候呢 我跟台大醫院的黃梅根老師講說 每個人老師 我從來沒用過社會資源 那第六課我完全沒辦法帶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後來呢 也是因為這樣子帶課的關係 接觸了很多的NGO 才知道 有台北市康復自由協會 有新北市康復自由協會 有新生活 慢慢的這些社會資源 就了解了 然後呢 說真的 家屬要得到資源 以現行來說 我碰到的家屬 幾乎很多都是藉由熱心的家屬 他們在診間 有時候就帶孩子回診 然後在診間大家聊天 然後呢 他就會講說怎麼樣怎麼樣 熱心的家屬要跟人講 你都沒有上過課喔 你都沒有去參加一些講座喔 這樣子才會去連結到NGO團體 那現在目前來講 給家屬最大的協助呢 還是我們在地的康復自由協會 這些NGO團體 其他的幾乎都沒有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花很多時間 在做這種資源的協助 當然後來慢慢的 你也成為一個協助者 特別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醫店 或者一些機構的精神疾病 這些相關的專線 你在做接線的過程當中 也提到剛剛你的一些經驗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現在到底你們一天要接 或是一年要接到多少通的電話 然後這個電話 去接電話也要人力嗎 也要時間嗎 有相關的補助 或是相關的支持嗎 醫店的這條 假如是說是新北康的專線 因為有社會局的方案 所以有一點點的一些 教育訓練的費用 還有一個社工的設置這樣子 社工人力的配置 然後醫店的這邊 是因為在投射這條專線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跟政府要這麼多的錢 政府不會全給 然後還會設了很多的限制 所以醫店他們想要做這些創新的服務 所以一直都是用自酬款的方式 來做這條專線 那我自己在這專線裡面 從開線到現在 那麼長的時間 真的真的在這裡 非常謝謝醫店基金會 對家屬的這個幫助 他真的一年 雖然是說 兩千 剛開始開線的時候 大概一年兩千多 現在就慢慢成長到一年 都有四五千通 一年四五千通 所以他一天要十幾通 一天不一定 對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我自己去 自己去值班的時候 差不多接個五六通都有 那因為是兩班 每天的狀況不一樣 每天的狀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說 這條專線給我們很多 就是我們在接線的過程裡面 知道是給家屬很多的幫助 我們接過金門的 澎湖的 苗栗的 南投的 都是很偏遠的地方 然後家屬 真的他們 他們都是 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他想要跟人家商量 那有時候政府會說 我們也有啊 我們也有什麼安心專線啊 有什麼生命線啊 可是基本上那個線 不是專門為經常者的服務做的 甚至他們會講說 我們草療也有一個專線啊 我最近呢 我們有個家屬來打電話來跟我們抱怨 他說他打電話去草療那條專線 然後草療的那個專線 就聽一聽就說 那你報警啊 然後草療那個家屬說 要報警我就不會打電話給你了 然後他說後來呢 我又接到了一通電話 接到他們草療打給他的電話 他說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會問我什麼 問我的服務滿意度 我管你什麼服務滿意度 我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okok 真的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真的我還是覺得 我們這條專線給我們的家屬 所以在裡頭會有些單位 他們其實應該講說精神障礙 或是精神疾病 他有某種的專業性 所以他可能必須要分開來處理 特別是當這個社會 對這樣的一個群體 是有極度的不了解跟污名化的時候 這種獨特性可能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狀況 剛剛有提到說 並不是政府沒有去給這些各個不同專線的補助 只是伊甸他並沒有去申請 為什麼伊甸不去申請呢 不是伊甸或是很多人都需要經費嗎 是很需要經費 可是政府應該是講說 我在家連家的時候 我雖然是家屬 我不是專業人員 我也試著寫一些方案 也要做一些合照 事實上在申請很多的補助 第一也不會百分之百給你 我還要自己自仇 然後他給你一點點 他設了很多的門檻 伊甸的這一條 在當初在設置的時候 就很清楚是要 家屬接待 接家屬 那我們很可能 政府就會說 你們家屬又不專業 又不是專業人員 他會設很多的門檻 因為他可能自己也要做某種品質的保證 是不是 從他的立場來看 所以伊甸考慮再三 就是說 那我們要做一個 我們自己想要的專線 所以他也就沒有申請 申請一些補助方案 這個是我知道的 你剛剛談到一個事情當我蠻差 也就是你在自己在照顧你的家屬的時候 家庭的時候 就是送醫院 然後又回到了家庭 然後又送醫院 又回到了家庭 這其實就是一直我們在談的 就是我們之前在前面談的所謂的轉嫌 那在這個精神衛生法修法裡面 實際上也會強調社區照顧 那這其實也是某種的 這個過程當初的轉嫌之外 他也是一種社區照顧 不是把它直接放到家裡面 家裡面可能沒有這個 就像政府剛剛講說 家屬接電話 他不放心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這個專業能力 他的確是需要某種的專業的 所以精神衛生法的修法 在有關於轉嫌的部分 在於社區照顧的部分 因為這是有特別提出來 實質上面有做什麼嗎 這就是法規當中 有什麼樣的一種 對於家屬 或是對家庭的一種協助嗎 對家庭的協助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都沒有 我們成立協會 我曾經跟市長說過 其實家屬 當我的家人 他需要送醫的時候 他一定是在醫院會出現 出發病的時候 一定是送醫院 可是送了醫院以後 我所知道的就是 送完醫院然後開完藥 然後再把人帶回家 家屬有沒有做教育 沒有啊 連癌症都會有病友的教育 對不對 我們精神精湛家屬 沒有接受過教育 所有的資源都是自己去摸索 那有能力的可以去摸索 沒有能力的人呢 他是不是就是 就是只能自己想自己做而已 他並不見得會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真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是要去學習的 尤其是面對這麼兇險的疾病 本來就是要教育要學習 可是這個部分 幾乎所有的 就是醫院端 幾乎都 對這個部分 他都不重視 說真的 管老師也知道 醫療社工在醫院裡面 他們的地位其實是最低的 他要說什麼做什麼 還是要受限於醫院方的一些規定 或者是說他覺得做這個 又要浪費人力 然後又沒有什麼直接的收益 對醫院沒有收益 他也不願意做 那我覺得對家屬 有時候我會去跟醫生開說明 會說其實你要想說 病人會送到醫院去 病人會到醫院裡面回診 他會好好的治療 好好的治療 讓你們覺得說 我可以把病人治療好 並不完全是醫生的功勞 是因為家屬 家屬很努力 才好好的把病人送到醫院去 讓你治療 我說 我有時候上課的時候都說 醫生不夠 我們上課 因為我們現在有法度 大家帶去病人看病 醫生 他等一下要讓醫生看病 他拿回去 他自己會吃嗎 他自己不會吃啊 他也是要靠我們家屬 怎麼樣的用一些方法 協助他 然後把藥吃進去 他才會好 可是我們家屬得到什麼 有什麼幫助嗎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 包括連教育都沒有 就是我們都知道這精神障礙 或是包括不管是憂鬱症 躁鬱症也好 或是視覺失調也好 吃藥可能是一種方式 可是一個更重要的方式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或者是在社區裡面的互動 那你如果沒有這些互動 其實他是會這個狀況是會更糟的 那如果他在家庭裡 他可能會更是一個封閉的情況 對那個情緒或是那個心情 對會彼此的影響 我就覺得很納悶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好那 沒有一些對於家屬的相關的協助 特別是在精神衛生法 然後在社區的照顧上面 好像也很空泛 空泛 然後再轉嫌怎麼樣 讓他可以透過一些程序 回到所謂的正常 好了 我們先掛好所謂的社會裡面的生活 這個部分也很空虛吧 所以他就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 家庭醫院家庭醫院 然後最後一直就待在醫院 或是被強制的隔離 說實在的 這個不是對家庭的負擔而已 這個是整個醫療資源的浪費 也可以這樣子說 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他 我記得我自己在開始來 開始當志工的時候 我常常聽到所謂的旋轉人 老師他好像說醫療的旋轉人 對 那就是說 我們 我們也不想在 在那個旋轉門裡面的旋轉 那你有沒有告訴我 我可以 我還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資源 因為我當初的 我就在旋轉門 對 他不OK的時候 就回醫院 醫院呢 好了 然後接回家裡面 然後所有的 我聽到的醫護人員講的都是 都是家屬有問題 那出事的就怪家屬 沒有把病人照顧好 可是你有告訴我 什麼樣的資能嗎 你有教育我要怎麼樣去對待他嗎 或者是學習怎麼樣去照顧他嗎 都沒有啊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怪到家屬的身上 那家屬其實是需要一些教育 需要一些協助 包括就是在送醫的過程 他假如是出發病的時候 他在送醫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來協助 就好像我自己當初一直在跟社工們講說 為什麼強制就醫這麼的困難 我記得我自己是強審會的第一屆 就是早期的病權團體的 當初剛開始的時候 在審強制就醫的時候 一年差不多有40幾案 現在只有700多案 難道現在就沒有強制就醫的需求嗎 我相信 管老師已經知道裡面的很多 很多under table 的東西 我們家屬到目前來講 都會覺得 要病人親簽 然後才有辦法送進去醫院裡面 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為什麼他已經狀況不好了 我為什麼一定要他簽名 他同意他才可以住院 他明明就已經這麼亂 叫你亂 然後呢 我現在我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等到他亂到要自傷傷人 我才有辦法讓他住院 這個某種程度也是考慮到一個 精臟的人權吧 他當時的也是這個思考 他有人權我們家屬沒人權嗎 那人權是什麼 人權是要保障他健康的權利啊 而不是他的 他已經沒辦法決定自己 然後你叫他說他要有人權 我覺得這好像 對我來講 你沒有辦法說服我 我覺得我在我們家屬在意的是 是病人的健康而不是人權 當然我不否認 在社會裡面有很多人會 找一些縫隙 然後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把這個人說 可能 當然還是有些就是為了什麼遺產啊 什麼遺產啊 什麼 我們有聽過類似的例子 對啊 可是那個畢竟是少數嘛 可是你不能因為那樣子的少數 然後導致於呢 我們在家 我明明就已經 尤其是現在我在接線的時候 都是我們現在的家屬都已經很 對都算是很有病逝感的 可是他們就是在送醫的過程 那個要親切那件事情 他覺得很沒辦法 因為呢 精神疾病真的是要住院一段時間 然後在醫院穩定治療完了以後 然後再出來以後 我們在照顧上是比較容易的 而且他在那個醫院的場域裡面 他會比較會有意識到說 我是生病的 我是需要被協助的 可是一直這樣子 在門診那樣子調藥的時候 其實是對家屬是辛苦的 我覺得不只是剛剛談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次在看精神衛生法 修法的時候 有一個新增的第28條 就是有撫養義務者未盡撫養義務 要裁罰6萬元以上30萬以下的罰還 並公佈姓名 就是說如果你們家有精神障礙者 有思覺失調者 然後你要該照顧沒有照顧 你要被處罰 而且還要公佈信領 管老師講到這個呢 我差不多火都已經快要冒出來 這個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呢就是 家屬呢沒有資源 然後今天呢你要罰我 罰我款 就是在民法上 本來就有一個所謂的不能遺棄 就是對我們一些服養義務 就已經有類似的 為什麼一定要再加上一個無故的東西 結果我後來慢慢看整個的修法的內容裡面呢 它第32條它就有講 就是有很多的家屬呢 都是把病人遺棄在醫院裡面 所以我很合理的是懷疑說 他們為了這一條就是其實呢 就是要幫所謂的 財團法人的醫療單位做解套 就是為了要解套 因為很多家屬呢 很可能呢他 譬如說 龍發糖好了 他們解散了以後很多 家屬呢是放 就是放在醫院裡面 的確也是有這樣的家屬啦 沒有去結帳 或者是怎麼樣 他就必須要究責 要幫醫院解套 然後加上這一條 我就覺得說好啊 那你加這一條的話 那你給我什麼資源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那樣子 這樣子的家屬 他會把家人放在醫院裡面 而不願意接回來 百分之 我相信每個人都為人父母 為人兄弟 我們都對我們的家人 都還是有很多的愛心的 對不對 還會放在那個地方 很可能爸爸媽媽都已經老了 對不對 甚至呢 甚至呢 假如是說兄弟姐妹 也沒那麼那個能力 甚至呢 或許這個個案 當初呢 在這個家庭裡面 有曾經有過很多的 什麼樣的衝突 是不是 我相信呢 會放在醫院裡面 就是說我們常常 我們這些家屬 常常在講一句話 就是困難的個案都在社區 方便照顧的都在醫院 為什麼 一樣的 一樣 我們的醫療服務是不分級的嘛 對不對 OK我這個 我照顧這個病人是800 假如一天是800塊的話 你是一個合併的經濟者 就是合併症狀的 比如說自閉啊 有自閉的症狀啊 然後呢 又有一些情緒障礙啊 然後又有一些智障 他表達上不是啊 他很難照顧 就是一個困難個案 請問醫護他要不要照顧 一樣是800塊 他當然是挑好的啊 所以呢他就會要求 家長去接回來 然後叫他叫你們出院 這個事情普遍都有啦 就叫他出院 然後呢不出院 以前的話就說 我老羅沒辦法 那我不接回來 那就是跟醫院鬥時間嘛 對不對 可是呢他現在有這一條的時候 他就可以罰你啊 啊這是為醫院解套 那你在為醫院解套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想過家屬 家屬為什麼 為什麼要把他放在醫院裡面 說難聽一點 醫院是最有專業人員的地方 有醫生有護士 有社工有心理師 有職能治療師 你們團隊都沒有辦法 處理這個個案 你叫一個家屬 來處理這個個案嗎 然後你有給家屬什麼樣的賠力 還是什麼樣的資源 沒有啊 然後你就就會罰錢 我常常在講說 人家國外呢 照顧一個身心障礙者 國家都還會給補助 對不對 你今天你給我補助了 然後我來照顧這個家人 我沒有好好照顧 我給你罰錢我就算了 你沒有啊 然後你今天就 為了要為醫院醫療單位解套 然後要來罰家屬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的家庭 他是需要工作的 因為照顧一個精神障礙者的 花的心力資源是非常的龐大 是啊 所以很多精神障礙者到最後都是 真的就是弱勢家庭的原因 所以關老師有時候講到這個 我就開始 狂冒三丈 甚至最後也會不得不放棄 我覺得對很多人 我自己曾經在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生障 那他都喜歡去教會做禮拜 可是呢 但是他的家庭不讓他做禮拜 那我 但是他想要去 那我就會去揹他去教會 那但是我沒有揹他說 從他駕到教會 我只是他從四樓把他揹下來 然後再把他輪移拿下來 然後把他推到教會 我就覺得說哇好累哦 我想說如果我是他的家庭 我才不想要讓你去教會的 就是你在家裡面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讓你出去趴趴趴 我關你什麼宗教信仰 關你什麼樣的社區生活 就是我自己才做 這麼小小的一個經驗 我就覺得哇 這個家庭的壓力好大 沒錯 就是說那個照顧的辛苦 所以我都覺得說 我不知道他們在修法的時候 修這一條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發家庭 我真的是很難說服我 我很難說服我說 我要去接受這個條款 真的 我們說真的 我們都是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有納稅 納稅給國家 那請問一下 我們就是要納稅給國家 就是希望說 當我有哪一天 我力有所會待的時候 國家會接手來照顧 是不是 那我今天我是父母 生下來我是直系親屬 那我來照顧我的家人 那我老的時候 我希望國家能接手 你不能再擴及其他的 所謂的撫養義務人 那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堂兄弟姐妹 還是他的表兄弟姐妹 那無限擴張下去嗎 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國家必須要負擔其他的責任 一定要負擔其他的 而不是一昧的把所有的照顧的責任 都推到家屬的手上 我想簡單的做一個解釋 就是精神障礙的問題 它不會是一個個人的生理的問題 也不會是一個家庭的問題 它事實上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精神障礙或是憂鬱症 躁鬱症越來越多 視覺失調越來越多 他絕對是跟這個國家的競爭 國家的壓力 這個社會的壓力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 那這當然就會不是一個單純的家庭的責任 我們就先不要談 這個是不是你自己家裡沒有能力去照顧 他的問題的根源 可能是這個系統出了問題 那我們如果沒有辦法 解決社會系統的話 當然是很困難 可是至少我們在最後端的那些協助 補貼 照顧 知識資源 都是政府應該要有的基本的責任 當我們的環境不好 這個社會都會不好 那這也是最基本的所謂社會安全碗 今天非常謝謝黃理事長來接受 最後有沒有什麼要再跟我們分享的 應該是說希望政府 希望政府對家屬多一點點的協助跟幫助 然後NGO團體其實大家都很不容易 希望政府在做所有的方案補助案的時候 能夠多站在我們協助的立場 然後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好 然後所有的應該 我常常在講說精障 我之前聽過福海國老師 他在講說當一個精障者 他沒有能力出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國家是需要付出將近90萬的費用一年 可是我們都知道精神障礙是可以治療的 而且他是有能力工作的 而且他有機會可以出來工作的 假如你後期的所有的協助跟資源配套做得好的話 他就不會是國家的負擔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在這個地方倡議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好希望你不要最後氣到這個老抽血 這不值得 謝謝關老師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關注有關精神衛生法 相關的這個修法 或是相關的議題 也希望你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再次謝謝理事長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